县长许舒华协同议员宏明科来到民间乡会刊出林葫芦 当地党土墙也流失情形 对农民农地有所威胁 许县长表示出林葫芦是山上这边出入重要道路 此次由宏明科议员建议 希望将党土墙加以改善以免农田流失 在我们民间在围在这些出林葫芦 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国参丁这些重要出入的道路 我们民间在围在围是一个农作物非常多元的地方 很多都是小农 所以我们种植的农作物非常的多元 所以在我们村子的荒落这些 大部分的方式是种到这个地味也非常多 所以说今天由我们的公民科议员 也跟我们建议希望 透过到我们这些农土墙 这些南部改善的时候 慢慢的这个农田都一直流失掉 我们很多这些透过图片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很多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树苗还有我们的这个茶苗 全部都已经被这个农田所冲刷掉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会赶紧在经过这个村长的建议 还有剩下的一些的空间 希望我们能够增加的预算 然后把整个党土墙给它做满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遵照地方的意见 可以增加一些金费 但是整个国际上如果做好 就不会去榜 县议员尤浩表示 为了确保党土墙安全 许县长特别增加经费 对边坡部分进行改善 让农民的农田不会流失 那今天的话感谢许淑豪 许县长他还跟鸿明科议员 在出零段这边 针对这个边坡的部分要进行改善 那许县长也直接承诺 我们的村民大家直接追加经费 追加预算 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能够进去中央 来进去更多的资源 让不管我们是县府或是包括我们地方 我们大家村的需求 还来做更多的建设 我相信我能够五分接轨 而且也知道怎么争取更多经费 那在这里再次肯定许县 许县长跟鸿明科议员 还有我们组委村长 来尽速的协助大家 满足大家的需求 民间乡由于生产多种农作物 农田是农民的生家财产 而为了保障农民生家 改善党土墙是最好的方式 因此许县长也责成水保科同仁 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 修上完毕党土墙 以确保农地的安全 记者陈英志 明镜香采访报道